至于在土耳其 一辆载有7名乘客的巴士登上渡轮的时候 突然失控坠入湖里 当时巴士内一片混乱 湖水瞬间就淹没了巴士 情况害人 这起事故造成了三个人受伤 幸亏都没有生命危险 巴士追湖事件发生在星期三 地点位于东部城市马拉第亚 当时一辆载有7名乘客的市政厅巴士 正要登上渡轮跨湖 不料巴士突然失衡坠入了湖里 从巴士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现在你可以看得到巴士坠入湖的时候 湖水从车窗和车门涌入巴士里 瞬间就淹没了整辆巴士 虽然画面相当的模糊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水位已经达到了司机的胸口 乘客在车内慌忙逃生 过程显向还生 当地政府证实 有三名乘客受伤入院 庆幸都没有大碍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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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